还记得上一回说到 女娃天神夏凡遇到了恶人贡公 到处作乱祸害百姓 慈悲爱民的女娃 情迫无奈 为了挽救众生 只得跟贡公打上一场大战 那是惊天动地 风生水起 这里头到底还有什么惊奇的事呢 这女娃是贡公 到底又是谁胜谁败呢 各位就请接着看下去吧 水淹大地变汪洋 原是贡公乘豪强 独霸北方空丧地 南清中原百姓慌 女娃爱民显慈悲 火神助阵破汪洋 造人不天尽微德 神机神话 永传扬 话说女娃和贡公 是打了七天七夜七时辰 女娃传令火神助容 带来一帮重将士 越过黄河水 到表空丧地 一看贡公的人马 那是浩浩荡荡 雄兵百万战将千元 个个是杀气腾腾啊 这几年来 贡公靠着兵多将狂 是难战难营 北战北胜啊 我上前那么一看啊 那领头的贡公 是一副刺牙裂嘴 手中握着一把狼牙鱼木棒 往空中那么一抛 施展他的法术 口中念念有刺 不到一会儿呀 那是天色大便雷鱼交价 风云迷雾 只见得天昏地爱 星斗彩 江帆海富水泼芒 山川地洞乾坤阵 云雾迷茫 海风红啊 那边又哄的一声 只听见 唱哒哒哒 天鼓雷鸣争暴斗 咕咚咚咚滚滚身 想镇仓穹 吃的嘎嘎鱼龙和虾翻坡浪 吃的啪啪水花乱 剑似飞黄 人呐喊是马炮啸 雷声战是好悲凉 金蛇乱窜 蛟龙尘底 火鸟纷飞 那真是阴云滚滚 日无光啊 那高山上的涌泉 大海中的汪洋 小溪里的涓涓细水 一下子的功夫呀 都变成了一股股的狂潮奔流 淹没了多少田云大地 那真是洪水猛兽啊 女娲还没急得出手呢 这里已经是一场恶战了 各位 或许你们会想说 这么危险的地方 我怎么还处在那儿 不赶紧逃呢 就是再危险呢 我也得在那看着呀 这可是奉师父之命 去到古中国神州的伟大任务啊 一点一滴都不能错过 否则怎么说给未来的人知道呢 再说了 有火神和女娲在 那我就更不需要逃了 就在这个时候啊 火神祝容带着身后的一群人 把拉来的木头 扛来的土堆 一鼓作气地往前扔 只见用那涂带做沙堆 沙堆积座山 贡公的洪水呀 一下子就被挡在了前头 化成一滩滩的烂泥吧 这么大的洪水 怎么就化成烂泥罢了呢 原来呀 这女娲天神 是利用五行数数 相生相克的道理 植住了洪水 这五行呢 就是水 火 木 土 金 正所谓金克木 木克土 土克水 水克火 火克金 这涂带沙堆一出击呀 就冰来降挡 水来涂盐 一土克水也 公公一看呐 那所有的大水都变成了烂泥吧 自己正处在拜市呢 于是心急气蒙来得快 连人带兵朝天喊 他大发怒嚎啊 双手往上那么一顶 就喊了两句话 他说呀 九州山河听我言 金火天门下红悬 公公啊 终于使出了他的绝招 天河似红悬 他这么一喊啊 可就不得了了 只见那天顶云端 开了一个大水口 那是天河似红直下惯 地上的人人头乱钻 我抬头望眼那么一看 吓得我是两腿直发软呢 不过说到女娃天神 那就不一样了 天神就是天神啊 他一见到公公使出了绝招啊 不仅不害怕 还大显神通啊 使出了一招 我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的神奇法术